透过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到右前方紧贴着护栏的轿车已经开始起火 至少四五名好心人冲上前 试图打开车门帮助驾驶脱困 但车门被护栏卡住 眼见火势越烧越大 这是一名卡车驾驶冲上前 打破车窗后 大家七手八脚将驾驶拉出车外 这时整辆车已经陷入火害 所有救人英雄中最关键的就是他 在高速公路事故安全小组工作已经十年的Dave 这场惊险的火烧车意外 发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周一的公路上 靠着多名好心人奋不顾身的帮忙 驾驶幸运的只受到一点轻伤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